好,孫一鸣,李美科协新任董事会主席 我觉得梁先生这个事情,法律上我不能多说 但是不谓华裔,就是正常的,我们应该不谓正常的一个权益 比如说组织这个活动呢,也很有意思 因为李美科协的话呢,今天也特别充实,也表达一个圆灵 因为这个机体情况呢,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自己最近也没这么去报告他的案子 比如说这里边,我自己感觉呢,肯定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但是具体到哪个环节,到底怎么回事呢 不好意思,我本来也没做这么研究,也不会轻易去交给他 谢谢大家